《超戰在鬥羅大陸裡的哭氣》 演技一言難盡,有打動你嗎? 句號 本文由明星粉絲團作者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最近由《超戰》作為主演拍攝的電視劇《鬥羅大陸在娛樂圈裡面的熱度增的是非常的高》 這一部電視劇的主演集結了《娛樂圈裡面的兩大流量》 一個是《超戰》,一個就是《吳孫兒了》 兩個人在這一部電視劇裡面的出演也託實讓非常多的網友感覺到十分的喜愛 也有非常多的網友我也兩個人組成的 命名了 的名字 而這也是《超戰》作為主演拍攝的第二部《與我們見面的古裝電視劇》 在2020年從大年初一開始,《超戰》就獲得了非常多輿論的壓力 在《娛樂圈裡面的2020年,《超戰》似乎過得不是特別的好 而在最新這一部電影視劇在上線之後,很多的網友對他的演技又有了看法 憑借著《和王一博一起合作的電視劇》陳情令在娛樂圈裡面大火之後 《超戰》開啟了非常長時間的一個流量生活 而在去年一整年裡面,他似乎在娛樂圈裡面的曝光度非常的低 但是這也沒有阻止到他用非常多十分優秀的作品與我們見面的機會 他和揚子一起合作拍攝的現代電視劇如生請多指教已經拍攝完成了 而另一部電視劇是他和王景如一起合作拍攝的電視劇王牌部隊 在前一段也正式殺青 而這一部《逗羅大陸》也是很多網友十分關注的一部電視劇了 在拍攝完成之後,很久都沒有定當消息 讓非常多的網友感覺到非常的期待 而《超戰》的演技也一直是兩極分化 在娛樂圈裡面的粉絲基礎非常的大 有很多的粉絲覺得他的演技確實是非常的好 在舞打戲以及哭戲上面的感情圈染得非常到位 但也有非常多的網友表示自己不是《超戰》的粉絲 對他沒有《超戰》類鏡 如果是用一個路人來看《超戰》出演的電視劇的話 他的演技似乎確實有一些觸急 而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逗羅大陸》裡面 《超戰》最新放出的一個哭戲也讓很多的網友感覺到有一些尷尬 很多的網友非常明確地表示 《超戰》的演技真的應該好好的磨練一下 而在這之前 娛樂圈裡面非常有名的一個編劇 汪海琳也在自己的微博上面表示 最近有一部熱度非常高的電視劇 在微博上面還是在視頻網站上面的 熱度都是非常的高 這一部電視劇在上映之後獲得了很多人的誇讚 但是當他非常客觀地看完這一部電視劇之後 發現這一部電視劇裡面無論是主演的演技還是劇情都有一些尷尬 也希望大家可以拋去自己對偶像的演技的類鏡 希望他們可以好好的提高一下自己的專業水平 不過《超戰》在今年看起來又有重新回到娛樂圈裡面巔峰的世啊 雖然沒有登上今年的央視春晚 但是在東方衛視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面突然 官宣移而非常多的網友感覺到十分的震驚 並且期待呢 你怎麼看待《超戰》的演技呢? 《超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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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